10月8日 有媒体刷出吴奇龙刘诗诗一家三口 深夜起餐 迅速引起网友关注 当天刘诗诗一轩休闲服打扮 戴着黑色衣服帽和口罩 全身包裹的相当颜色 吴奇龙则是穿着黑色T恤 搭配蓝色牛仔裤 夫妻俩一前一后 从半边走出 刘诗诗诗全程抱着儿子不撒手 三岁的步步穿着绿色T恤 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 十分较劲 步步靠在妈妈的肩膀上 而吴奇龙全程看着儿子 一家三口画面十分关心 随后刘诗诗抱着儿子上了保护车 吴奇龙坐在老婆和儿子旁边 一家人乘车回家 继续 这段时间刘诗诗一直都在狠店拍戏 目前已经全面付出 儿子则是交由吴奇龙照顾 自从刘诗诗诗与吴奇龙结婚后 两人多次传出婚变的消息 前不久 网上流传出一段视频 当时两人一腾回恨店家争 吴奇龙走在前面 进去后他并没有帮老婆扶门 最后刘诗诗被门给撞了一下 吴奇龙遭到网友的吐槽 如今看来夫妻俩感情好着呢 历谱婚变传闻 最后也祝两人永远幸福